这是台湾人命 关怀人贵心妙灵 这是台湾人命 应我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命 应我成功妙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卫星圣教一经大学 所有学士同修代表 我们今天在中华民国 105年6月26日 我们在禅吉山建国寺总本山 一起共修金刚经 金刚经的奥义 是说出如来心里的话 如来就是一心 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要来了解新的话语 新的话是平等 而是像阳光 孔造着大地 好 我们 念 就是我们的思想 那是个人一小小点的思想而已 在太极图里面 在太极图里面 已经很清楚了 这叫如来 如来是一心 这就是心是光明面的 我们人的报身 这是我们的思想 这是我们的念 所以我们今天 用这生报身 共修 我们的思想 要花这个愿 来了解心 一心 就是如来 真实意 所以愿解如来 真实意 所以 我们常常看到 各种重要法会 有榜文 榜文最后 要提个字 如来一心 如来一心 就告诉法界 我们有 圣典 华会 公众诸经 都是佛 所开示的真理 真言 神咒 神咒 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每一步经 开始都有无上甚深的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若是我们没有修行 没有接近佛法 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 又如各位同修你们今天 来参与 一日禅而共修 我相信 各位今天已经当下 你们就所顿悟了 如来 就是一心 这心的话语真言 就是平等与光明的啦 那么我们上一节 所讲到的 金刚经 所开示的 普罗密 这到达 没有在 大 大朱卫彼岸 其实如来 一心 好 如来一心 我们所说的就是佛 佛心 每个人都有佛心 每个人都有道心 都有天心 还都有圣心 圣心 统称 一个名相 就是如来 就是一心 那你听不懂 如来有口不说话 但是当下你们还是要用念头 用口来说话 才能表达出 听不懂 听不懂 所以 金刚经的奥义 非常的 深奥 但是每个人本来都都有了 可惜 我们平时 没有接近佛法 那我们就会对佛法 的奥义 就会 隔阁 隔阁 忘金 渡不过 渡不过 你要渡过这个河 你必须要有法 所以滑 所以滑 有这种滑 滑 你要有这个滑 才能渡过 才能渡过 在这边 才能渡过这边 假地道雨地 你才能渡过 不然你渡不过 所以我要 我们一起大学同修 一定 找时间要来共修 我们讲到 波罗蜜 波罗蜜 有多少 波罗蜜 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 六度万分 释迦牟尼佛 开示 阿弥陀佛 他能够成就为 阿弥陀佛 自己成就了 西方肌肉世界 就是以六波罗蜜 为 以轨 阿弥陀佛 修了波罗蜜 第一是忍住 第二是耻戒 第三是不思 第四是精进 第五 第五 智慧 第五 第六 谈定 而这是六波罗蜜 谁敢金刚经 佛说了 我们修第一 第一 忍住 波罗蜜 如来就说 第一 波罗蜜 非 波罗蜜 第一 只有第一 波罗蜜 你修忍住 我们在世间上 有很多 让我们起烦恼 有很多 让我们起冲突 若是 我们不修 就忍住 那第二 关 你就过不下去了 好 所以 你要这道主来 你一定第一个 开始要修忍住 那 这个 寒山问石头 说 若有人 批评你 误入你 毁谤你 等等等 摸黑你 你怎么办 石头 他就 打批误了 忍他 让他 不理他 再过三年 看他 看他 如何 哦 这个 寒山 问石头 寒山 它是代表的 我们人的 念头 代表 代表众生 代表 石头 是代表如来 代表我们的心 若是一般人 世间法的结 就是说 不要理他就好啦 看他 可以好得多好啦 看他能够 有多久啦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这就是世间法 不是如来的心 不是有修行的人 看法 那么应该怎么解 人家会说你 第一要先接受起来 毁谤你 我们一定要先 回来自我检讨 摸黑你 为什么会被摸黑 所以反过来 反省 反省再反省 忏悔 再过三年 看他如何 第一年 我们会很生气 气得半止 也要想报复 当你会反省 检讨 会忏悔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再犯 要感恩他 给你的 各种的 批评 自己就好好 反省 检讨 不要再 患了这些毛病 到第三年 你就不会恨他了 你会感谢他 感恩他 这是最上圣的 修行方法 好 所以一般人说 好 那我不好 什么不好 看你以后怎么好 那都不对 记住 记住 我们来世间 别人会对你有不种的 不同的 批评等等 我们虚心的救教 好 我们把他 做为我们的老师 再过三年 我相信 你检讨之后 你会非常的感恩 好 因为 你的死对头 他是你的大贵人 你的 对异者 他是你的大贵人 曾经 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要 与人竞争 不要一件工程 结果他的好朋友 也要标 所以他很 纳闷的说 这个朋友 也是以前他提拔起来的 好 为什么 今天要他竞争 竞标 好了 我就跟我们这位信徒 不用意 普罗挂 第一 不赚钱 第二 里面都文书有问题 第三 会有横货 很多意外出灾 那就让给你朋友 去做好了 好 不要伤感情 不要以人结缘愁 他可以跟你结 你绝对不要跟人家结缘愁 是否说还不晓得 所以这个工程 我们这信徒他就没有标了 让给朋友去标 一人满天 本段节目由蔡荣茂国术馆赞助播出 朋友标了 之后 第一 天气不好 常常下雨 第二 常常意外是 公共安全的问题 第三 物价 涨价 到半年后 他那个朋友 倒了 撑不下去 所以我们的信徒才来说 谢谢你我的朋友 怎么样怎么样 我你要去谢谢你的朋友 他帮你挡了这一关 不然就要换你倒闭 所以我们的信徒啊 他就 恍然大悟 就去向他的朋友 感恩 他那个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会不飙 因为我去问那位张老师 跟我说 这个不会赚钱 叫我不要跟你 伤感情 所以那位朋友呢 恍然大悟 所以 他们的感情 继续维持了 到现在感情也都很好 所以老主 开示我们不要随便与众生决焉仇 我们要修行忍辱 要忍耐 有五日 一定 反过来自己反省 自己检讨 就不会有烦恋 就不会有烦恼 好 但是这样 也不行 也没有办法 到达 内在大智慧的彼岸 如来的新的世界 回到家 就是第一而已 所以第一波罗密 并非 第一波罗密 接着下去 你还要再修 死戒 死戒 死瘫 很容易动怒 吃 要有智慧 死戒 破罗密 哇 那这 时时刻刻 我们都是很难来修这个死戒 破罗密 但是也要修 死戒 第一 贪 不该 抖的 我们不抖 不该 取的 我们不要去取 想到 我们在开山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挖开来 有一个石头很漂亮 我们一位同修师兄 他很高兴 就抱回家了 告诉师兄师姐说 不要跟师父讲哦 不要跟师父讲 就抱回去了 抱回去了 小孩子 受伤了 脚 所受伤了 断了 后来现在接好了都没有事 然后呢 想为什么会这样 贪有所起嘛 那 就由你家里的人 亲人 来受报 后来 那个石头 他知道错了 就赶快又抱回来啊 所以你们在道场 要很小心 在世间就是道场 不该我们的 我们不要去哪 回想在将近十七八年了 我们一位老信徒啊 他也在修行啊 他喜欢到荒招以外去寻宝啊 有一天 在阿里山某一个山区啊 起了一个很漂亮的 那叫做灵芝 哦 好高兴哦 那个灵芝很大 起到家里来晃了 晚上都要看 闷闷中看到有人跑来跑去 晚上睡不着觉 常常有这个U咖 就很紧张 就跑来 现无事 求老祖 老祖开始了你贪 你患了贪恋 不是贪心 贪恋才要紧 心不会贪 面头会贪 才讲书这个从头到尾 我跟他说 这个灵芝 那么大的灵芝 在山上的三神后头 守护神 好兄弟都守着 你把他抱回来了 他们就跟着你回来 所以你家里五煞煞 这是由贪而起啊 赶快抱回去 送回阿里山原来那条路 他说 祖父我不知道山路怎么走 你还是要想办法送回去 不然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要修此界 心安哦 才能到达 内在如来一心的 彼岸净土啊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死亡三十四 世间的贪 八万四千个贪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念头 一个行为 我们要小心 我们是天上见如来 大凡天 来到世间 走一趟体验人生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 该取不该取 该拿不该拿 该要或者不该要 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尤其现在 末法时期 混沌就破 这几年来 社会上的经济 投资公司基金的 多得不得了 名堂名物多得不得了 你们要投资 这个基金啊 买什么基金啊 买什么基金啊 你们要很小心 在水路法会的时候 我们一位初级班的同修 跪着求师傅帮帮忙 他说 被骗去投资 买基金 一千七百多万 结果都泡汤了 我说人家骗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先普卦 我那时候他还没有学 还没有入我们的法文 你这个拿不回来咯 因为贪嘛 你要怪谁 怪不了谁 怪自己没有智慧 怪自己不学医经 我们大家学医经公私客户 无欺心呢 所以我们凡事要接战啊 你才不会造成人家 想办法要跟你贪理的 结果 人家骗你 没有人骗你 是你自己骗自己呀 很后悔怎么办 我也没有办法怎么办 我也没有钱替你还 所以这个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社会大众 尤其我们维心贤士同修文 一定要用意啊 把你开座不开座 不过 遥了分明嘛 用玉利人天啊 这一个例子 就是此戒 戒除贪 春以吃 我们现在台湾 谈养生的人很多 开养生班 养生客的很多 这是好现象 一直 一直 我这个炼丹 怎么样 养生怎么样 在前年 大陆 开一个学士交流的会 有一位先生 他讲他的养生 他讲他的养生 怎么吞 去怎么吞 我说你几岁啊 52岁 你52岁 你52岁怎么比我72岁还老啊 怎么养生啊 哇 你每天抱着个臭皮狼 十倍心都不划出来 你这办法要是采什么仙丹 采什么仙丹 都是贪嘛 我跟他坐落你 修养生 你长命百岁 我看你要这样 逃过六十岁 可能也很困难耶 我不是在诅咒你 我看你眼睛都 眼睛咬着呢 用念在想 我怎么样能够长寿 即使一百岁一点功德也没有 也没有用啊 所以 作为先生 我跟他讲过了之后 第二天早上 我们就回来了 他来跟我说 本年叔啊 谢谢你昨天 跟我开示了 我知道了 人够有病 人够有福报 我们凡事要修 修我们那一颗心 要将我们的练 贪的练 能减少 尽量减少贪 你贪多了 烦恼就多 烦恼多 你的五脏六腹 气血就不胜了啦 所以养生哥要我们 一天大笑三声 哈哈大笑三声 养无愧以天 福无愧以地 我们就能长生啊 有如我们台中道场还没 起见的时候 我们一位弟子 他送了一包 说最尊贵的 养生长生不老丹 要给我 到哪好意啊 我只拿 纸条拿起来写咯 秦始皇 四十九岁 始翘翘 我现在六十一岁 好 你把 这个还给我们的 弟子某某 还给他 你把它打开看 里面写着说明 秦始皇 常生不老丹 有没有智慧 这个做生意的 只是死要钱 很可怜啦 没有这个医学 道德观 所以我要为你们凡事要借瞻 你光一合 就可以常生不老啊 就 交变了啊 所以这个要为智慧 此戒 若是我们 不用意 你的肚子 每天在当药厨 那也不是办法 啊 啊吃下去了身体不好了 好 五脏六腹那也不好 那也不好 你要到达 这个 大智慧的彼岸 波罗蜜的彼岸 那 根本就不可能嘛 每天 在那爱爱丢 有什么用 所以你吃了再多的 常生不老丹 还不止 早上呢 我们的 六届同修龚弘扬 我说大夫妻 最近要找媳妇啊 他送了一罐 那个长生果 来给我啊 他吃了咧 贫着 可以供养法界 那是什么 拖刀啦 好 反省心起来了 哦 所以我们 啊 现在科技文明 太多了 产品 你到 药房 养生馆 好几千的 营养品 你到底要吃哪一种啊 你叫我一碗公 你打我公 给他吃鱼就好了 那能长生吗 不可能 所以要有智慧啊 也回复在三四十年前 那台湾第一波 房地产涨价的时候 我们账话 一个老朋友的舅舅 突然间 发财 那时候花了八百多万 哦 土地卖了八百多万 很高兴 开始对吃东西就要注意了 就请营养师来配药方 啊 早上 起来吃什么 再过久吃什么 再过多久吃什么 一天 配下来 每天坐在 客厅里面 等着吃啊 因为有钱哦 怕食嘛 吃了 不到半年 五脏六腹 都失调了啦 到最后呢 死翘翘了啦 到七个多月 死翘翘了 这就是贪嘛 没有智慧 所以王燦老祖 开示我们 要长生 到达长生的彼岸 还有办法 我就请示老祖 有什么方法 你的呼吸怎么那么长 老祖开示 就是 一直呼到嘴售等啦 呼啊 呼我做啊 呼我吃 呼我 壮胃 呼我修行啊 啊 呼吸才这么长 本段 本段 所以我们 要到达普罗密的彼岸 到达幸福的彼岸 一定要从修心开始 你不从心开始 光重视表面的那些 不合理 除了人有病 就要用药 就要吃药 没有病 要保养 保养我们的念头 多读经 多练经 多练佛 多练奏 多听 高声大德 他的开示 多拜佛 这样才能够真正 让我们达到 心安 才能到达 灭在大智慧的彼岸 和普罗密 都火啊 和胃 所以 我们 微心闲事同修 把你们 遇到人家推荐 好的药 好的食品 好的食品 你一定要用意 一定要用意 在我开第一届的课的时候 我们有师兄 就不来赌了 我说你不来赌 人家说怕他 他 都说他是迷信 怎么都没有主张 没有迷信 我就对了 你现在 就是迷信 没有智慧就迷信 没有主张 朋友一说了 你就不想来学到 烦恼 你很快就会到 他就 好了 再等待 差不多参加 再读两个礼拜 第一届了 结果 休息了将近两年多 两年多回来的时候 灰头土脸 我说你 怎么这样呢 哎呀 我被朋友骗了啦 骗了到处去 什么 开 要开什么吉马啦 有金矿啦 而且到什么金瓜石 漂有吉马啦 还有到台东 哪里 有什么吉马 有什么蓝宝石啊 哈哈哈哈 你没有智慧 你挂针喔 有啦 有啦 我跑了两年 发现不对咯 我就自己 扑了一个挂 啊 挂呢 就是山水蒙嘛 小鬼偷钱啊 硬摇 荧木来刻啊 啊 挂中都无财啊 你去哪里求财 哎呦 所以要回来读好不好 可以啊 但是师父 我没有钱 可以缴学费耶 那时候我们一个月 啊 一千块 一千块 他说 说没有钱了 已经都全部花光咯 那好啊 我很欢迎你回来啊 啊 因为你的学费 这两年的学费 很贵 啊 都已经缴掉了 那就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要有智慧嘛 此戒 戒死贪 戒死生 存不折弃 存不了弃 戒死 吃白吃 今天 好战老祖传了 这么好的妙法 你要用啊 不要在那边耍水皮啦 没有用 所以 你忍起来 忍了两年 啊 忍入婆罗蜜 啊 你被朋友说 你来学义经 就是 没有主张 啊 再来 你跟着朋友 就到处跑了两年 到处里去 晚上 还住在山上 要静静的听 今天声子会走出来 哄哄哄哄哄哄 就往那边走 笑啊 所以 两年 时间钱也没有了 身体也弄砸咯 心也弄烦咯 所以 吃嘛 你怎么样到达 佛罗蜜呢 到达那个 上等 上等 上流 社会 人士的 地位呢 到达 这个团队呢 所以 只有学义经 一条路 你现在到处问通灵 我告诉你 你问不到通灵啦 能通 他都通掉了啦 他花财他就花了啦 没有那么慈悲的菩萨啦 要把金库开给你啦 没有啦 所以只有王散老祖开述我们维新圣教的 维新贤士 你们都是五路财神的生生 法生 和化生耶 你们都是五路财神 基于一生 你还不晓得 还一直往外面 趴趴走 那就不可能到达 幸福 光明啊 还有现在养生的也有很多 到深山里面 去抱那大棵的树 哦 那个气很强耶 可以呈仙耶 这棵树有一千年 你多多抱抱几次耶 你就可以有一千年的岁树耶 不说话道 山上或是平地的大树 都有离灭王良 莫叭鬼 他们衣服在树下 树干的洞洞里面 你去抱 哦 好好喔 孙如西 一十七月 结果那是莫叭鬼 嗯? 奇怪 怎么闻得那么香味啊 嗯? 肉的肉的香味 哈 都是新鲜的喔 爬了 过来 吸你心中了啦 好 一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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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叭鬼灵 就向主这样薄薄的啦 薄薄的 薄薄的 飘来飘去 它是这么高而已 飘来飘去 啊那么 它就 吸着 吸着啊 啊再来又吸着啊 所以 你去山上 抱大树 哦 在内你要修行养生 这是没有智慧啊 哈 所以我们一位 原来省政府的 土木技术技政 哈 他一直跟他学了 在长生 啊 长生华 养生公 有一天耶 花燒 胸口 气沉不过来 好 刚好 我们 啊 台东道堂 田律伟 啊 我们言语法师的妈妈 啊 带他来先卧室 哇呀 某某人啊 你的胸口 这片呕呕 上发挂 呼吸有困难 哎呀 我没有办法呼吸 有呼吸也没有办法讲话 都没人 怕是没人穿 我说你这个 莫叭鬼啊 有土杀 那 当时草屯 山公旁边 公园那里 啊 那 施工手 在个 整地 啊 挖出来土 他们两三位朋友 早上一大岛 哦 斯路西在西西 一个洞土上 游离电磁坡 电磁坡 哦 所以就直接 卡在胸口 他说他们 两三位朋友 也都一样耶 民众直接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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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他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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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智慧嘛 才有洞土杀的问题 所以这个叫此戒婆罗蜜 戒之贪 戒之撑 戒之吃 吃的就是没有智慧 我们就要修有智慧 知一切法 不被一切法所乎 即是婆罗蜜的真实意 为宴所有为心闲事同修 大家学一经 身体健康心安宁 大家学一经 公司客户无需心 大家学一经 家庭也满了一条心 大家学一经 国家社会定太平 这即是婆罗蜜的第二婆罗蜜 修此戒婆罗蜜 祝福